上回我们说到英洛自从怀孕以后,就与季后约定井水不犯河水,后宫也就这样平静了十年,如今几位阿哥哥哥长大,英洛依然过得十分潇洒,季后不禁都对他投出羡慕的眼观,这这样的生活最终他又能维持多久了? 今天继续带来演习攻略第65-66集,大家好,这里是小心爱看剧,季后心疼十二阿哥,询问春望自己对孩子是不是太过严厉,春望应该表示自己小时候很惨,春望给季后分析形势,表明十二阿哥没有五阿哥受气重,劝说季后对五阿哥下手,你这人是真的够狠了,这都不放过。 否则五阿哥上位后,十二阿哥作为嫡子处境非常艰难,季后犹豫不决,表示自己答应过英洛不会伤害皇子,就是就是,千万别忘记答应的事,真儿责怪春望提起立储的事让季后烦心,可春望却不以为然。 五阿哥来探望英洛,英洛都害怕他,一听说他来就躲进箱子里,没想到魏姐现在心智变小孩了还,小犬子向五阿哥解释,英洛正在午睡,但五阿哥却待着不走,看吧看吧,看人家多聪明。 此时皇帝也到来,皇帝知道英洛躲着五阿哥,便故意与五阿哥下棋,你们这是故意恶搞英洛呀,英洛憋不住只好从箱子里钻出来。 五阿哥见状,明白英洛躲着自己,解释自己将他当作亲额娘,来看望他是想要督促他保重身体,五阿哥也太孝顺了吧,现在英洛是老了吗? 开始注意身体,英洛见状,直言自己身体很好,不需要天天请安将五阿哥气走,你看给人家孩子气的。 皇帝看出英洛是担心自己身体不好,太过亲近孩子,死后会让他们难过,别这么伤感好吗? 让英洛答应自己要一直陪着自己。 季后半夜突然不适,起身后发现红咒送给自己的鹦鹉死掉,大家都老了,所以斗不动了吗?让他更加难过。 此时春望找红咒说话,表明能找一只新鹦鹉,暗示红咒帮助季后扶持二阿哥上位,你还是一样唯恐天下不乱。 季后找太医诊断,太医让他放松心情,不要争强好胜,就是让你养老的意思吧,但季后听后大怒,觉得别人都不理解自己,他争的是十二阿哥的前途。 这一日,皇帝找英洛见赏复横送给自己的话,与自己收藏的话,英洛故意将复横送的真体说成艳体,保全皇帝的脸面,找一个不懂话的英洛是认真的吗? 皇帝本来认为复横送的是真体,听后尴尬不已,感叹自己老眼昏花,你确实也是老了,接受吧。 英洛见状便安慰皇帝,两人在宫里有说有笑,前来看望的季后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,原来还是会吃醋的呀,之后皇帝让人将话收起来,李总管很是不解,皇帝表示英洛是怕自己在真体上盖一堆章。 所以将真的说成假的,他还是那么了解英洛,你俩我真能磕到孙子出生的。 另一边英洛也在向珍珠解释,自己故意将真的说成假的,是不想让皇帝知道自己看走眼,突然很想淋浴,哎,也不知道和饭香不香,接着拿假话欣赏一遍又一遍,皇帝自然不会拆穿它。 季后照镜子后,大飞雷霆,觉得自己年老色衰,而后供新人一查接一查,所以你老了,皇帝还没有老,担心地位不保,导致整个人情绪崩溃,春旺劝说季后为孩子考虑,只有他孩子当上皇帝,才能高枕无忧,一刻闭嘴吧,一天到晚鼓动别人做坏事。 春旺鼓动季后残害皇子,将儿子扶上帝位,可是季后仍然爱着皇帝,加上记着对殷落的承诺,所以没有听从,这才是好的,别害人懂吗? 而是让春旺去慎行私灵处置,活该你就是,你自己看看一天到晚都在干嘛。 真儿见春旺被处罚,慌忙向季后求情,可是季后却表示,春旺说的话如果传出去会连累自己,之后真儿给春旺上药,表示季后不会做对皇帝不利的事情,春旺听后却表示自有办法,还在想着危害后宫的怕事。 春旺不断怂恿红咒帮十二阿哥上位,表示五阿哥根腹很好,要是他上位红咒一定没有好下场,你在乱传播什么,这个行为可不好啊,红咒听后不免动心,果然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蠢呢。 皇帝将主管恩科的权利交给红咒,可是对世子们的试卷仍然亲自掠览,红咒觉得皇帝是不相信自己,就是不相信你懂吗,开始抱怨起来,而皇帝知道他对自己有怨言,于是让他当着自己的面说清楚,你说爱你倒是,不说看不起你啊。 可是红咒哪里敢惹天子,只好解释没有,看你这怂样啊,皇帝看着红咒,表示自己给他机会,既然没说以后就永远不要说,这个场面特别霸气啊。 皇帝看望纪后,惊讶地发现纪后居然在吃露胎养生,我傻了,你这个都敢吃啊。 之后纪后向皇帝告状,表示英诺天天带着阿哥们出去玩,是在耽误皇子们的前程,你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吃胎盘吧。 皇帝听后,为英诺说话,表示自己会劝他改进,随后就找借口离开。 纪皇后见皇帝刚来就走,失落不已,却也不敢挽留。 皇帝出宫后,问李总管是否闻到腥味,皇帝知道纪后想永保青春,于是让李总管不要管这件事,好家伙,吃胎盘永保青春。 晚上,皇帝跟英诺提起纪后,让他不要太放纵孩子,英诺自己跟孩子似的。 英诺知道这是纪后的意思,但他觉得身为皇室子女有很多无可奈何,自己想尽量让孩子们开心。 皇帝听后批评英诺的教育方法,两人一言不合又打闹起来。 李总管在外面看得忍俊不禁,这俩还真的恩爱如故啊。 皇帝一大把年纪还跟英诺打闹,不小心扭到腰,英诺给皇帝揉腰的时候,表示自己不盼望儿子有出息,只希望他过得快乐,有英诺这样的吗? 阿哥怕是高兴坏了。 英诺劝说皇帝立武阿哥当太子,要使武阿哥快快乐乐地长大,儿子真的会同意吗? 皇帝看英诺这么没出息,只能叹气同意,两人都指望武阿哥继承大统,武阿哥很忙,要娶小燕子呢。 武阿哥也觉得英诺太放纵十五阿哥,提议带十五阿哥念书。 英诺知道武阿哥是为儿子好,只能心虚地同意,然后扣下武阿哥送的食物,真的太可爱了英诺,像一个小孩啊,简直。 四阿哥看望季后,还给他带来礼物,真儿却以季后身体不好,婉拒他见季后的请求。 没想到四阿哥转身就看到真儿在教育十二阿哥努力,四阿哥明白季后虽然是自己养母,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他的亲生儿子,没想到阿哥之间还要争全夺势。 四阿哥为此愤愤不平,明白皇帝疼爱武阿哥,决意让武阿哥出丑,你这样就是你的不对了好吗? 四阿哥认为这样,皇帝才会器重自己,继后也会对自己利免相看。 其实,真儿是故意让四阿哥看到,这些都是春望策划的,真儿担心四阿哥会怨恨十二阿哥,可袁春望却得意地表示,自由主张,你还是拉倒的,一直都在使坏的路上。 皇帝检查阿哥的课页,武阿哥觉得国内的鸟冲不如国外的羊枪,提议引进国外的先进武器,武阿哥就是不一样了,没被英诺给待天哈哈,同时将国库里的鸟冲运用到军队中。 武阿哥给皇帝掩饰羊枪,可羊枪被坐手脚突然爆炸,武阿哥被炸成重伤,看来肯定是某位阿哥搞的鬼。 远处春望看着这一切露出笑容,太医枕之后,告诉皇帝跟迹后,武阿哥就算伤好,也会落下病根,还不赶紧把这个凶手给抓出来,太可恶了。 武阿哥是皇帝最喜爱的皇子,他听到消息后非常难过,看来后宫是安静了,儿子们不安静了,随后太医告诉季后,自己只能尽力治疗,但武阿哥的伤势落下怎样的隐患? 却不能保证。 殷落觉得武阿哥伤得蹊跷,于是跑到鸟冲营内想找到原因,傅恒给殷落掩饰鸟冲用法,我刚刚还真的害怕,这个也爆炸,殷落问他真的觉得这是意外吗? 傅恒告诉殷落,这个本来就有隐患,经常使用不慎引发祸患,所以你们用不好还要用是为什么? 殷落觉得武阿哥因为今天的表演准备很长时间,不可能轻易出事,殷落这下看来是又认真起来了。 继后来看望武阿哥,出门时殷落却话里有话地表示武阿哥是被人陷害的,这次还真的不关他的事情了。 哎,殷落打发走张太医,让武阿哥不要再装睡。 武阿哥也不隐瞒,他告诉殷落,之前大家都来自己身边哭诉,自己被清静只能装睡,看来还真的是有学殷落呀,这条皮静简直了。 武阿哥表示这是意外,因为他心里清楚,是有人为皇位而谋害自己,要是查下去肯定得牵连他的兄弟,好懂事的阿哥,小燕子会感动的。 武阿哥觉得自己要是落下残疾,皇帝肯定不会把皇位交给残废的皇子,既然这样,自己又何必让皇帝再失去一个孩子呢? 阿哥你真的是太懂事了,可是害你的人未必这么懂事。 而殷落听武阿哥的话后,心里顿时难过不已,别说了,外面的于妃都要流泪了。 季后看望皇帝,表示武阿哥的事情是意外,但皇帝心知肚明,他反问季后真的是这样认为吗? 季后遇到坏事第一个被怀疑了这下,他已经将季后当成嫌疑犯,但他还是按住这件事,下令让所有皇子留在紫禁城,皇帝看来经过这些年,也终于是智商飙升了。 四阿哥知道武阿哥受伤的事情,会牵连自己偷兵气库的事情,所以很是惊恐,谁让你要做这样的坏事,害自己兄弟。 此时,真儿端元宵给四阿哥吃,四阿哥看到认为季后还记得自己爱吃的东西,非常开心,你可拉倒吧,这些人都是害你的。 真儿见状便表示元宵有毒,季后的目的就是为清除,所有能跟十二阿哥争皇位的人,你是被春浪哥黑化了吧。 四阿哥一直将季后当作亲生母亲,听后瞬间对季后心灰意冷,又一个智商不高的阿哥呀。 季后知道武阿哥受伤与春浪有关,于是帝问春浪说出真相,但元春浪故意招出四阿哥,让季后大惊失色,没想到啊,一堆人给一个太监绕着跑,傅横向皇帝汇报调查结果,表示四阿哥的手下在事发前进过武器库。 皇帝听后十分震惊,让人将四阿哥带来。 与此同时,在元春浪的挑拨离剑下,四阿哥认为季后要对自己下手,为保命只好跑去找皇帝报告,无语了,你这是蠢了不行了。 四阿哥告诉皇帝,自己只是破坏救鸟冲,武阿哥用的新鸟冲跟自己没关系,是季后下的手,元春浪能不能别再那么坏。 那么既然现在四阿哥已经先告状,皇帝是会相信儿子的话,还是会相信十几年夫妻的情谊? 英诺又能否为永齐找回公道? 好了,更多精彩内容,我们下期再来分说,记得点赞转发关注。